我 我不会说漂亮的话 也不会说莫名其妙的对不起 我只知道 我想和你们一起赢每一场比赛 电竞选手大多数的时光 都是在沉默的敲击键盘中度过的 所以他们经常会忘了 自己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我说莫兰 你这气热油丝 仿佛被禁赛一辈子的沮丧姿态 是怎么了 我们队长气得不行 他气什么呀 上次他还苦口婆心劝我要好好做人 不要自己带节奏 这才没多久 我就被禁赛了 那是挺作死的 我要是你们队长 我估计也被气得够巧 不过你怎么不解释啊 你就这样闷着偷被骂啊 不是我不解释 是我现在解释什么都像在狡辩 并没有什么用 而且是陆夫人 陆夫人 陆思成他妈 我能说什么 我敢说什么 这还有个视频 所谓真相 咋回事啊 别告诉我我们童瑶是因为拒绝公主抱这个互动环节 惹毛了不知道想往谁怀里钻的收割才被扣包刺到 童瑶 她是担心你 今天吃饭的时候 我坐在旁边 我亲眼看见 她把手机里那个节目单的视频 删掉了 还让我不要说出去 什么意思 不管你怎么想 首先 陆思诚是这个战队的对手 他有义务 保护好你们每一个人 保护好这个战队不要出事 去年 这个小子出事的时候 他也是跑断了队 好不容易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发了他暂时禁赛 如果这个事情闹大了 终胜禁赛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啊 有些事 他帮不了你们 也教不了你们 别太依赖 明白吗 为什么打人啊 为什么打人啊 打了人的职业拳手 居然还来直播 不知道你们这些女粉 有什么叫好啊 这斯玛琳打人就是打人了呀 维护队友又怎么了 这些选手年薪几十上百万 做个互动游戏能委屈死他们呀 请我请我 这位一位路人 方官等一下 别疯他 让他说话 选手一年年薪几十万上百万 是吃你的了还是花你的了呀 打职业又不是猴子卖艺 身体不舒服还不能叫停了 说真的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 这件事情搞得我队友鸡飞狗跳 俱乐部也鸡飞狗跳 害得大家跟我一起挨骂 对对对 我当时就不应该冲过去 现场那么多人 我当时就应该就 这么快 敬你是条汉子 算了算了算了 最欠服就是该被打 真的 我当时就应该温和地 好好地跟主办方 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对 因为是队伍里面 有几个队员手 刚做完理疗 确实不能剧烈运动 和大家好好沟通一下 商量一下解决办法 肯定是可以的 对对对 大家都是文明人嘛 方官 给这个一位路人 发一朵小红花吧 我觉得他骂我骂得对 我也觉得我太冲动了 是是是 像个泼妇 真的泼妇 真的很不应该 千不该万不该 没有小红花 那算了 谢谢诚哥 主播你的眼睛 都快掉出来 挂人家身上了 看我拿冰子充了 这翻脸比翻书还快 你们别说了 陆思诚 队长 已经一整天都没有 跟我说过话了 仿佛掉进了寒冰地狱 暂时还没有找到 解救自己的办法 仍然是身处地狱之中 别说了傻袍子 五分钟前系统 就提示陆思诚的号 进了你的直播间 你还在那儿 得不得不停不下来 你找死啊 以上说的都是开玩笑 我现在要去面壁撕过了 关注波浪 再见 白痴 我曾经在赛后采访视频里说过 我很高兴能拥有 赛后采访的队友 因为他的加入 今年夏天 ZJDX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但现在他们质疑我的眼光 他们质疑我是不是判断错误 对你和陆岳的定位有时偏颇 为什么 抬头 但是我不在乎别人质疑我的眼光 以及我的判断 关键是你 我在乎的是你 职业比赛 不是玩乐人心的地方 职业选手生涯都很短 黄金巅峰更是转唇 你浪费不起自己 更耽误不起别人 而我是战队的队长 小姑娘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但我确定 ZJDX作为一个顶尖职业战队 找你来是来打比赛的 诚哥 诚哥 开门 我不会说漂亮的话 也不会说莫名其妙的对不起 我只知道 我想和你们一起赢每一场比赛 不想缺席任何一场比赛 不想再让你们失望 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绊脚石 想做你们的队友 直到某一天 能够站在你们和我 都想站在那那个世界的巅峰 我知道你说了很多委屈 明明是维护队友 为什么要被这样看待 大家都很感谢你的维护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玩了那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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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帮你少带一点节奏 争取多弄一点证据 还有我 我也很感谢你的维护 但我并不是让你磨去自己的棱角 小姑娘 我只想你知道 在保护别人的时候 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队长 诚哥 干什么呢 快开场了 去比赛了 去比赛了 诚哥 那你也是那种人吗 什么 强大到无所畏惧 我不是 我也会有害怕 犹豫不决 诚哥 最后一个问题 问 你这几天不理我 只是应该生气吗 还是有其他原因 因为害怕 我的队长大人 就要开场了 害怕会欣然